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Tailwind的视频 今天是第六期 不过在给您分享视频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定制自己的Tailwind的CSS 是这样 咱们熟悉的Tailwind里面各种各样的样式 对吧 总是觉得还缺点什么 咱们自己想编点样式该怎么做 对吧 这个就是今天咱们的主题 咱们自己编点 属于咱们自己项目的样式 好不好 咱们马上开始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使用Tailwind的设置文件 非常的重要 对吧 定制一下咱们自己的CSS的主题样式该怎么做 我呢 先给您访问一下它的官网 在官网里面呢 其实有些个描述啊 咱们看一下 这是它的官网 给您访问一下这个网址 大家请看 在这地方呢 它其实是有一些个颜色呀 字体等等的描述 对吧 我呢 今天把这些内容呢 给总结出来 您看的我的文档呢 应该就够了 OK 是这样啊 咱们当初在建这个工程的时候 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 咱们其实已经生成了一个Tailwind.config 这么一个文件 对吧 然后咱们说还加点净化处理 对吧 OK 今天呢 咱们要重新再生成下这个文件 那么怎么做 我呢 先把我 咱们现在正在用这个 咱们改个名字吧 好不好 咱们叫做Tailwind1 说122了 叫1 行吧 OK 然后大家请看 因为它没有这个文件 所以咱们这个VS Code里面插件都会报错 因为咱们这个VS Code插件 多说一句啊 咱们VS Code的插件 是根据这个文档的设置呢 动态给咱们显示提示框的 好不好 这是一个小的知识啊 OK 那么怎么做 咱们往下看哦 大家看这地方 咱们通过这个命令 一开始呢 咱们是通过这个命令 是吧 这前三个命令 干什么 咱们初始化一个Tailwind的Config.js 对吧 今天呢 我加个参数叫做Full 这Full是什么意思 是说 大清好 是说 把Tailwind的内置的 所有的主题样式的设置 都输出出来 所以叫做Full 全部输出 好不好 咱们看一下 全部输出是个什么效果 马上开始 这个呢 是咱们工程的目录 我呢 清下屏 然后拷贝过来 注意看 Go 生成完毕 咱们去到咱们的工程 再打开Tailwind 咱们大家注意看 它内部的主题样式 比如说页面断点 颜色 主题 等等 Spacing 对吧 咱们上期讲的这个P Margin 动画 背景 都给咱们输出出来了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Tailwind的CSS 内置的主题样式 咱们可以去修改它 然后呢 咱们再编译 生成咱们自己的CSS 对吧 我不想修改它内部的内容 咱们自己加点内容 行不行 行 那么咱们怎么做 咱们看代码 首先咱们找到 大家请看 比如说我想设置一个字体大小 我认为它内部给咱们提供字体都太小了 咱们想自己再设一个叫做CMb的大字体 大家请看 CMb的大字体 咱们设 就用这个方法设 咱们找到Fontasize的位置 Ctrl F找一下 大家请看 Fontasize出来之后 大家请看 它默认给咱们提供了这么多个字号 咱们还觉得不够大 咱们在下面再加上一个我自己的 比如说叫做CMb 口骂大 是吧 好 咱试着看看能不能真正做到CMb 好 咱们存盘 这样的话 咱们就编辑了一个咱们自己的样式 那么怎么使用呢 首先 咱们先要把这个项目运行起来 我先运行这个项目 npm rundev 像它运行着 然后咱们干什么 咱们在页面中 大家请看 拷贝这行代码 大家请看 我在这个地方 文本减CMb 以达到我使用咱们刚刚定义的这个样式 好不好 咱们试一试 以前咱们用样式都是什么 文本 test减 然后是比如说这个XL SM 对吧 LG 今天咱们设计个新的叫做CMb 所以说咱们用文本减CMb 好不好 OK 试一下 拷贝过来 我看运行起来吗 运行起来 没问题 好 咱们拷贝过来 到About代码区 然后一存盘 这边是预览显示 大家请看 叫做小马大字体 是不是出来了 有事说 咱们刚刚自己定义的这个样式 被咱们的程序所认到 就能够显示出来 咱们点这个减证 看 大家请看 CMb Text的减,big已经出来 在右边 大家请看 咱们设的这些内容 也都出来 没问题吧 OK 什么什么 什么咱们自己成功的定制的一个样式 very good 真的是太方便了 接下来 咱们再定一点别的 什么别的 咱还记不记得 我给您讲过N多期的BuddleStrap 我记得我的小马技术频道 从BuddleStrap3就开始讲 然后讲BuddleStrap4 然后又讲到最近 讲到BuddleStrap5 对吧 什么什么 说明小马真的喜欢BuddleStrap 但是呢 现在回不去了 那么BuddleStrap就算回不去了 BuddleStrap里面的颜色的样式 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比如说 大家请看 它的主样式 辅样式 成功样式 Danger样式 以及Info 对吧 它的颜色配置 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我想把BuddleStrap中 这些经典的颜色 导入到我现在Tailwind中来怎么做 大家请看 我在这个地方扩展了一个color 把BuddleStrap这几个颜色都导进来 后面这些颜色值呢 是我从BuddleStrap的CSI中拷备出来的 对吧 咱们这样的话 咱们在Tailwind中 也可以使用BuddleStrap那几个经典的颜色 咱们马上实验一下 好 咱们试试啊 我把它考 我先找到这个color的位置 config里面 咱们接着找啊 这里面这都是个大宝库啊 这都不是 这都跳过去啊 好 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这地方是设置颜色主题 那咱们就在下面来吧 在下面 咱们再加上几个BuddleStrap 大家把这几个命令记住啊 这几个命令 为什么 这几个命令 或者这个样式呢 是咱们以后引用时所用到的关键字 对吧 咱们把它记住啊 好 咱们拷贝啊 咱们再加上五个颜色 加到咱们的这个位置 存盘 然后就可以运行 怎么运行 大家请看 怎么使用 不要运行 叫使用 边nodejs边python边多了 都要运行了 大家请看 在这地方 比如说 我想设置一个背景色 怎么敲 BG 然后减 然后再跟上咱们的样式 或者说颜色样式名 就能够出来 咱们试一试 拷贝这三个 拷贝过来 拷到哪 拷到这个小马 他自己的下面 小马自己是真的是太大了 好 试一试啊 拷到这个位置 存盘退出 大家注意看 这三个颜色 其实就是Budelstrap 给咱们的颜色 大家是不是还不太适应 放到这个 放到这个 Tirwin的里面 是不是您觉得就不太适应了 其实没有 它都是一样 我在这个上一期 加上给您讲的这个MY 给您再 给它设点这个编白 这样的话 把它们的距离给它分开 OK 看起来是不是像 Budelstrap里面的内容 不像 不像 说明你还没看习惯 看习惯就像了 好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做的 如何定义咱们自己样式的know how 但是还没算完 为什么还没完 大家回来看一下 这个config 这config这么多内容 其实这都是 Tirwin的里面内置的内容 我不想动它 我也不想看它 我只想定义我自己的内容 该怎么做 也就是说 这个文件 我需要简化一下 太复杂了 这都是我用不到的 对吧 那么怎么办 好 很好办 咱们先把这个文件改个名 咱们再重新生成一下 我把这个名字叫做 Tirwin的2 行不行 这是副文件 咱不用 咱们干什么 咱们重新生成一个更加简洁的内容 咱们试一试 大家看看 我通过这个命令 咱们再重新生成 对吧 我呢不重新生成了 为什么 咱们把咱们以前用这个1再拿回来 好不好 咱们把它再拿回来 咱们还用它 仅仅仅是说 在这里面 咱们加上咱们定制的内容就够了 默认的主题呢 你用你默认的 我这个地方呢 只是写我定制的内容 比如说 大家请看 在主题的这个位置 我仅仅加上了 我扩张Budelstrap的这几个颜色 以及我扩张的自己的这个字体 就够了 其他的我都用默认的 喝了不为呢 对吧 OK 咱们就拷贝上这个主题的这个段 到这个位置 一做替换 就可以了 那么咱们再运行的话 就会出现咱们的效果 现在咱们重新运行一下 我看我后台是不是报错了 因为咱们把config改掉了 它正在编译 咱们等一下吧 为什么 因为咱们config 是整个核心文件都被初始化了 它一定要重新编译一下 对不对 好 大家请看 我刷新又出来了吧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这个Telwin的config 仅仅在主题的这个位置 写上咱们自己定义的内容 就足够了 就会被咱们的系统所认到 好不好 这个呢 就是我给您讲解的 咱们如何定制自己的Telwin的CSS的使用方法 这个呢 在项目中也是非常的常用 您呢 一定要掌握 好不好 这是必须会的内容哦 然后呢 我今天的代码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呢 就参照一下吧 OK 那这一期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